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买了两个锅 40多天了 才给我送来 先打开看看 哎,我想问一下 买锅是不是女人的通病 姐姐们,阿姨们 你们喜不喜欢买锅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家里锅老多了 我感觉我就喜欢买锅 买碗,窗带,背罩 哎呦,我跟你说神了 你看我,你别看我窗里不打地 就这几样,我可爱买呢 又买俩 先给拆开 这个挺带劲,挺漂亮 再把这个拆开看看 别看着这个箱子小 这两个锅的价格差不多 都是大品牌的 像这些罐、瓢粉 天天都用 所以说我一般都买品牌的 最起码能应付 厨房也是艺术馆 看这包装,嘎嘎结实 我买了一个牛油果绿 我买了一个牛油果绿 这个锅我一眼就享用了 时尚,年轻,漂亮 看,这个锅瓣是这种 叫梯田式的 好贴心啊 还给带了个手套 防烫手套 看这个锅有这么多个颜色 黄的,粉的,绿的,奶白的 我选了一个这个 油油果绿 这个颜色阳西的粉 哇塞 看这个锅漂亮吧 这个锅 这个锅是个铁的 还带了一个底座 哎呀,这个颜色是越看越漂亮啊 一个底座加一个锅 太带劲了这个锅 稀罕了这么长时间 就他们家这个,这个牌的这个锅 我已经买了好几个 大家好几个锅都是这个 特别的好用 正好我一看,他家是出了个新款吗 哎,一看样子我也喜欢 一看这个锅 刚好我也需要 我一看那个网上 评论,评价还挺好的 说这个锅,煮饭熟的很快 而且呢,煮出来的味道 就是还挺鲜美的 毫不犹豫的,买了 这个是为5块钱买的 5块钱喜欢吃米饭 咱家之前那个淀粉锅 都用了七八年了 门饭现在都夹上了 不好了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太空锅 这个内胆是个不锈钢的 现在不是都说涂层的锅 对身体不好 这来是什么的是吧 然后我一看 纯不锈钢的 买了 四十多天才到我手 这会儿脱了 还有 晚上就安排上一顿 看看啥样 今天上午 我郁闷了一上午 一直到这俩锅送来 我这心情太好 这不是咱们山西大同解封了吗 我也有 差不多小半年没回家了 我想着是 回我家看看 再看看 再回家看看老爸老妈 我家呢 是在山东省青岛寺 黄岛区 我老爸老妈呢 现在是在林仪 我呢 又想回自己家看一看 还想回那个林仪 去看看老爸老妈 如果我回自己家 需要隔离五加三 我回我爸妈那儿 也需要居家隔离五加三 但是我再回这个地方 山西 还需要五加三 这扒着手指头叔叔 满打满 还有两月过年吧 是吧 那你这三个五加八是多少天 三八二十四 二十四天了吧 再加上我路上的 那一个月过去了 啥也没干的 净隔离的 你说我这是一上午 我纠结的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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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帮您 和解和解 但是回是不回 哎呀我今天就郁闷了 一上午 说实话想家了 也想我爸我妈了 你们说我是不是特像小孩 三十好九岁的人了 上来这一阵就跟小孩一样样的 说心里话确实想家了 我觉得人呀不管到大 这个人不管到多大岁数 只要是妈在家就在 妈没了家也就散了 研究一下晚上吃点啥吧 您都说了吃饱饭不想家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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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